我輸了啦 這是我最後一次演賀錦麗了啦 那沒有關係啊 你可以演川普啊 不用演啦 川普在這裡我贏了 好討厭喔 川普好囂張喔 可是真的 川普交易真的大獲全勝 連準位週五在降息喔 每萬有萬 每載有萬 減低一點 每超的連爆 難產 技爆出來 也救不了他 歡迎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Woo 大家好我是賀錦麗 Coco 我整整個郭忠 哎呦來看一下 欸賀錦麗 你在幹嘛出現 我輸了啦 你輸了啦 哎呦這次比強順中快 甚至哇隔了兩三天 哇這票開得很快 而且聽說你這個 全面取消所有的 外出行程 哇 你記者要採訪你都不理耶 都不理啊 你就來台灣這邊來參加我們的節目啦 我就驕傲啊 你就傲嬌啦 輸了啦好不好 勝不敲敗不餒 好 不要這樣子 應該沒有下次喔 應該沒下次 不一定啦 川普也逆轉勝啦 好不好 2020年輸了 這次又贏啦 好不好 哇哇 川普大獲全勝 應該理論上是99.999999 就是川普 就是他了 新任總統 啊怎麼辦 台灣股子怎麼辦 你看已經紅海就沒漲啊 台積人也有受一點點影響啊 不夠強勢啊 欸美戰要崩的啦 川普交易就是美戰要崩 美元啦 比特幣漲 還會這樣子嗎 還是會獲利了結 我們等一下請教 三位專業分析師 還有 連總位 週五在降息 美戰有望見低點 真的嗎 撈起來了嗎 會趕快撈起來嗎 還有美超為年報難產 季報出來了 也救不了他 季報出來年報沒出來 沒什麼意思啊 好不好 怎麼辦 我們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 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之前 來 就到我們的 Happy Time 我們今天吃 公保雞丁 因為呢 哇 民主黨白宮不保了 台積電被丁在十字架上面了嗎 會不會 欸這個公保雞丁 很辣對不對 很辣可是很好吃耶 跟我一般的公保雞丁不太一樣 但是那種四川的椒麻辣 對 開飯川食堂 很入味耶 很入味我想在吃耶 很成功耶 你不要把它想像是熊把雞 你不要想像 比較辣的鹹酥雞 不知道什麼形容乾乾辣辣的 椒麻味道 椒好香喔 好香 很好吃耶 開飯川食堂 我給他很高的分數 嗯 嗯 特別 這個叫做蝦扯蛋 蝦扯蛋很不錯吃 蝦仁醜蛋 那我們請教三位最會蝦扯蛋的分析師好不好 沒有專業分析師 蠻好吃的 有時候吃服力這就好幸福啊 選舉頭很痛 好不好 那我們請教三位專業分析師 好今天聽到是辣子雞丁有點嚇到 沒有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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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辣是比較香的辣 那就聽著著的 那我就一次就大口就進去了 好吃吃看 快點半 它那個椒麻很香 欸 很香喔 真的耶 嗯 越吃越順口的感覺 但是我大概嚼了五六下之後 那個厚劍出來了 老師那事情太敗辣了 真的 難怪你都不理你口口 因為我很辣 對你很辣 好是不是 三個字最好是 最好是 最好是 最好不是說最好笑 老師好 你說好 有啦 他認錯了辣啦 還OK 還可以 但是我個人精準的研判 大概十秒鐘就會 就開始流汗了 為什麼我的蛋這麼大 對啊 加扯可以那麼大了 瞎扯蛋嗎 他覺得我瞎扯蛋嗎 好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兩個主題 今天美債 哇那個外資賣超出來了 賣超前五名通通都是美債 不過今天美債的基礎麵有一點小小的訊號 代表各位做這個分享 另外的就是說 這個川普黨選之後 台灣會不會選後能不能回歸基本麵 待會給各位講歷史性的季線的慣性喔 好 這很好吃 這很好吃 不錯 不錯 蛋也不錯 下哪邊 地址 開曼川食堂在敦化那邊 滿好吃的 老師你怎麼怕到喔 有留愛了 你看我都說嗎 10秒鐘之內一定會 好不好 沒關係 留愛是蓋頭 滿好玩的 好不好 老師滿可愛的 江老師 江老師你知道每次加LINE有沒有 每次你都加LINE的人數很多 是 大家都很喜歡你 看起來很老實 可是學問 哇很多 哇學到很多技術分析 就技術派大師江老師的LINE 一定要加 第二位 來啦 今天很開心臭屁了啦 贏家了啦 好不好贏家了啦 欸 川普林玉凱先生你好 這是怎麼樣 這手怎麼 Meg America great again and again 我回來了 是不是 我就跟你講 我會捲土重來 是不是 今天我們來吃 公保雞丁 現在我是總統了 我要搞誰就搞誰 我要搞台積店 就搞台積店 等一下我來解析看我搞不搞紅海 哎唷 看不到喔 真的還蠻好吃 好吃喔 很雞丁耶 蛋也好吃 你吃一下蛋 蛋也好吃 有有有 因為開飯我算蠻常吃的 真的喔 真的喔 連鎖店 真的就這樣 連鎖店啊 是喔 台灣穿市場連鎖店 他價位大概多少 價位喔 他一道菜大概兩三百塊而已 不貴啊 對啊 然後有時候不知道去吃什麼 然後他停車又方便 因為都開在百貨公司裡面 嗯 就是他台北市的店不多 五六家是不是 幾家 幾家我是不知道 我大概都是那個中校敦化那一家 對 中校敦化 在百貨公司哪一個百貨公司 那個 敦化SoCo 啊 敦化S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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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要拆掉哪一個是不是 那個 復興旁邊的那個SoCo 那是中校SoCo 沒有中校SoCo嗎 中校SoCo不是 復興SoCo 第一次復興SoCo 寫對面是中校SoCo 敦化SoCo 是準備要拆掉的 是在那個圓環跟中校敦化路交叉路口中間 對就是那個SoCo 對 那就是敦化SoCo 哇你是SoCo專家耶 最近SoCo要做年慶的 各位 十月七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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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知道 那知道是不是 因為他可能很多那個 很多櫃台小姐 也要叫嘉嘉老師趕快去shopping 說大戶 大戶 嘉嘉老師大戶 這麼容易就被發現 對不對 沒錯吧 我猜錯對不對 他想LINE你 說接近職業七號 是 來 那裕凱跟大戶啦 好不好 我是常吃大戶屋的 裕凱老師你今天要講什麼 我今天就講鴻海啦 講完了 講完大家最擔心的台積電 接著要看鴻海了嘛對不對 鴻海那個言和無信啊 對 來參加個動土典禮之後 就沒動作了 那川普上任之後 會不會進一步呢 來給這個鴻海修理一下 今天我們來分析一下 好喔 我祝你應該要唱一下 英語歌 英語歌嗎 嗯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不是英語歌 我覺得 譬如我一爹要成功 要拚才贏 要拚才贏 用英語歌嗎 就是音式相調 你專譜了嘛 對啊 三婚七主典 對喔 七婚 給我打拚 愛拚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你畫面給他 可以不要學豬哥亮嗎 不要學豬哥亮啊 這次是川普啊 川普再次 OK 因為拚贏了嘛 你看地轉勝啊 Yeah sure 來 OK 30% 去祝典 70% 口怕拚 愛拚 啊這也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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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耶 不錯耶 我們都臨時Cue的 臨時臨時 他是反應多好 所以你剛才講 你今天要講的部分嘛 是不是 那第三位 哇受不了一直想吃 英凱呢 LINE要記得加一下 哇 中式單家小生 兩點哇最精華的時段 哇都可以看到他 嗯 看了就覺得討厭的 你知道嗎 可是 收視力還是很好 好不好 OK嗎 來 來 玉凱老師的LINE一定要加 好 來第三位 最專業的分審師 哇 在東森非凡常常看到他 維大老師 非常好的分審師 陳維大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哇 今天這一個 擺盤真的是超漂亮的 而且你可以發現到 這肉給了好多啊 這謝謝福利社 不過呢 聽完剛剛嘉嘉老師的說法 我一定不太敢吃 因為我好像真的很辣 不會啊 那我來試試看他的那個 你有怕辣嗎 是怕辣嗎 那是因為我是吃辣的又又班 又又班 所以我吃完吃 我就沒有聲音啦 不會不會不會 還不錯 好吃 香 酱油好吃 他的酵麻不錯 他吃吃吃吃 雞腿那個蛋也不錯 雞肉 他炒蛋也好吃 當然炒蛋 剛講到這個 開飯他好像想兵集團的 餐廳 講兵 想想集團的啦 想想集團 那這個定位不錯啊 定位的很好啊 對 就是你把他定位就是高級一點的 然後 貴一點點的 然後這個 快炒店 家庭式 快炒店 家庭式快炒店 對 非常好 比較乾淨的快炒店 我覺得定位不錯 兩三百萬 其實兩百十來元的話 兩三百萬 兩三百元啦 自己餐兩三百萬 兩三百萬大家負得起啦 好不好 貌吃的好吃 好吃 蛋吃了沒 蛋我有我剛剛 整個吃 蝦扯蛋一下 蝦扯蛋 對啊 吃著蝦扯蛋才能蝦扯蛋一下 感受 有沒有吃到蝦 有 這很新鮮的 很新鮮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蝦扯蛋一下好不好 好 來我們來看下單元來 財經大頭條 他是川普大獲前聖 我們恭喜玉凱川普了 今天大獲前聖 這個銀領 現在全世界他 他今天銀領風燒 他最燒了 是大獲全聖 不是大吃一頓 這是大獲一頓啊 每一頓就可以吃了 吃了 吃了都幹嘛 是 開心嘛 都聖賢了 聖賢了 聖工業是不是 對啊 好 我剛剛在化妝間碰到玉凱老師 突然發現他的側臉 我們導播來個特寫 我覺得他的側臉還蠻有姿色的 可以聽一點喔 真的 你看你看 很讚耶 你說他蚊子 哪來的女子 對 我覺得你也蠻像瓊文的 蛤 瓊文 瓊文還是瓊瑤 講一個大家知道好不好 公司 公司 有像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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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字 我被 這台字 笑點 笑點 對不對 太像 太像了 這我們認識的人 有像瓊文嗎 瓊瑤小說 瓊瑤小說 好 認識得知道我在叫什麼瓊瑤 對真的 OK 還眨眼睛耶 今天 這個選舉 這個塵埃落定了 終於過去了 所有的不確定性 都已經過去了 因為這個川普的得票 我們錄影時間是277了 已經正式超越了277 賭定當選 所以目前看起來 其實從這個 這是州的一個 選舉人票 其實如果說 州底下是郡 所謂的county 你去看 你看看過去那個圖 哇 全美整片 一片紅色 好慘喔 只剩加州 所以真的是 恭喜大獲全勝 重點來了 那種感覺就好像 比如說 民進黨 民進黨選舉的時候 哇 只剩台南高雄 不過台北市 哇 只剩新北台北 不是 國民黨只剩新北台北 這樣子而已 這種感覺啦 所以現在整個都 哇 殲滅了 怎麼辦 那個市場來解讀是就是說 可能是上一任拜登政府 給人民的感受不太好 然後通膨 對 通膨的感受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通膨 問題 你常常講 哇 笨蛋問題在經濟 人民感受到 去看個半球比賽 關停 是不是票喔 是停車費好幾萬 嚇壞人了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川普先生 其實當選其實 有個好處是說 就我個人而言 企業會有降稅的這個利基了 直接對股票市場 就是一個很大的激勵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他是一個生意人 生意人選舉前 選舉前 為了選舉 講了很多的政治語言 那選舉之後 希望他可以把這個選舉 已經過去已經勝利之後 還是要回歸到 他最擅長的生意人的角度 扮演好這個角色 帶領美國 真的是再一次的偉大 他有這樣講 我剛剛有看他最新發言 他說希望就是說 帶領美國一起來 有些他講成這樣講 有些部分是選舉語言 他也蠻聰明的 因為選舉過後 他就贏了嘛 重點是怎麼帶領美國一起來 因為企業 還是有他一些 不支持他的人民 他自己帶領他 對 我覺得這一點他就是 標準生意人的角色 他蠻聰明的 自己的支持者當然是 永遠是始終的 他現在是 沒有支持他的 也要逐步的拉攏 所以老師 讓全美有一個 團結一條性的印象 所以他搞台積電 應該只是 就算會搞也是嘴巴說說的 不會那麼硬是不是 對 基本上要搞台積電 我認為 時程上會有難度 會有程序上的難度 另外就是說 他如果真的搞了台積電 那第一個受害的一定是蘋果 而且還有那個英特爾 沒有錯吧 他現在已經 蓋好的廠已經有一個 正在蓋的規劃中有兩個 所以 晶片的部分 台積電已經有給他三個廠在美國 相信川普應該有 得到很大的安定感 所以我認為 他選舉的語言 我認為已經過去了 大家不用太擔心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賭定 基本上川普就是贏了對不對 是 跟上次不一樣 上次開了就開了四天 對 第一天覺得川普會贏的 結果沒有 可憐沒有 老師想非常篤定 應該也是啦 川普 川普交易比特幣 比特幣今天直接大漲 其實比特幣它的關係 有點比較投機 市場上比較浮動的資金 川普支持比特幣 完全就是一個 資本市場很熱絡 多頭 很積極的一個信心跟態度 直接用股價用錢砸出來的漲勢 今天川普來到74000塊 那美元也是非常的強勁 短線上 短線上 波濤修有一下 我認為還是要 花點時間去做觀察的 好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是川普交易 幫他美債 是 可能會延長減稅政策 就是還要印更多鈔票 政府印更多鈔票 那是 等一下講一下美債 順便講一下 重要數據領發 這個已經公佈了10月5號 這個ISM的非製造業服務業者指數 PMI 哇56 這個數字其實比 超過龍窟線50以上 預估值53.8 高得很多 代表消費的信心 服務業的信心 是非常的強大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訊號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本週還有一個重要的數據 11月7號有一個 出領失業金的人數 還有高通 還有這個安摩 要公佈這個財報 同步跟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那11月7號的凌晨呢 台灣有MSCI 要調整成分股 來做一個公佈 那新增的也是 會有一個 中線上吸金的效果 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那重頭新增 來了 這個禮拜五 11月8號 禮拜五 FED的利率的決策會議 在凌晨3點鐘 這個就很重要的說 FED 目前傳聲筒的聲音是說 目前98%會降息一碼 跟市場預期的一樣 我們看看說 他這個利率決策 出來之後呢 對未來的看法才是 比較重要的 重要 因為大師已經來做這個底電了 川普怎麼看法 川普一定叫他說 哇 尤其我就任後要降期降跟快 這沒錯吧 是 他每次說請勒 請勒 FED主席 巴爾我看他慘了 每天要被罵 是 巴爾談話比一比 這是會後談話 會說什麼 好我想說這也是 目前只有美在的 要特別特別關注的 禮拜五凌晨 對禮拜五的凌晨3點鐘 我們要回顧一下 他9月份講什麼 9月份的時候 對經濟展望是說 就業由緩和變成一個放緩 經濟活動依然 呈現一個穩健的擴張 那通膨呢 大家關注的通膨呢 通膨強到通膨 真的經過他們的努力之後呢 取得更多的進展 但對達到二目標 有相當大的信心 那降息的傾向呢 上一次9月份是說 未來會穩健的 緩步的降息 就說 正式進入降息的週期之後 9月份的會議已經啟動了 那這一次就是連續性的 就是連續劇的 這一次他講什麼 經濟展望有更差嗎 還是更好的一個這個跡象 會影響那個降息的速度跟頻率 還有那個幅度 另外說 通膨的看法 有沒有這個重回通膨的可能性 也是FED這個試出的聲音 那重點是什麼 降息的傾向呢 說 目前市場上都FED Watch的預期 是11月10月各價一碼 除了這個底定的各價一碼之後 對未來降息的時程會不會改變 會不會未來需要有個更明確的 降息的這個幅度 或者這個時間的預期 都對美債都會這個很大影響性的因子 所以美債還是有機會拉起來 我說我要去降息又怎麼樣啊 你降息的循環過程不變啊 老師今天美債 對今天美債 破底 理論上在 我們被網友罵死了老師 對 今天這個 尤其我啦 今天這個外資惹的貨 今天外資賣超前五名 第五名我剛看了一下 第五名是這個是聯電 台積電是賣了這個82億 82億蠻多的 是蠻多的 今天台股展 對但是以張數而言 前五名賣超前五名 台積電應該是賣第八名 以張數而言 金額是蠻大 因為台積電的股價高 張數而言前四名慶設都是美債 老師喔 對 外資喔 對 對 這就是川普交易啊 是 你要馬上查 我給各位這個詳細的 沒辦法一定要看一下手機啦 因為這是最新資料 我們邊講 前四名都美債 00687B賣了四萬五千張 第一名啊 外資喔 原大美債賣了三萬六千張 原大美債第二名喔 原大美債正二賣了兩萬五千張 外資喔 對 前三名前四名 但是我的想法是說 那今天真的是川普交易 對 你看因為川普上來以後 標準的 所以他現在是全世界最領風騷的男人 就是川普交易 他全部都是因為川普 卻不看好 不看好川普上任美債會漲 所以賣美 不看好川普上任以後 他不會不搞台積電 所以你看那同海也是一樣 今天同海應該也是賣超啦 照你這樣說 對 所以你看不要覺得我們感覺嘛 看外資的做我就知道啦 但是我對技術分析的這個 好我們看技術分析今天有量對不對 對他的感受會稍微強烈一點點 老師你今天底部爆料量 我的意思是說 從開盤美債就大底對不對 然後是開 我們看一下開這個位置 持續往下殺 好 從越離境收盤 我們是逼近已經90% 95%以上確定川普要當選了對不對 川普達到全勝了 他理論上以這種賣壓的情況之下 實際我的看法是如果真的是很大的利空的話 美債應該要收相對低 好但是今天我的技術面解讀是什麼 三個字形容 叫神下影 神下影線跑出來 你看喔 從這波的下跌過程當中 他是逐步的緩步的這個下跌 這是從34 跌到今天跌破30塊29.88以來 第一次出現這麼長的下影線 所以而且是在什麼 最大的利空 10線的當天所出現 投資朋友我認為 今天底部爆大量 出來的買盤 你要去思考是誰在買 所以這個是一個技術面 很大的一個轉折 後續來做觀察 外資賣耶 可是一人都在買啊 對 而且要下影線啊 對 怕什麼是不是 奇怪的那個川普先生 不要搞台積電 好好吃飯就好了 好不好 對 好好吃飯 好 他認吃飯 而且剛才吃一吃飯 我看到他打嗝 有嗎 有 你自己說有沒有打嗝 沒有 No No 對老師 OK 好我們來看 大盤 盤我還在展122點喔 對 目前錄影的時候 對我們目前看起來 這個季線真的是 哇這個守得非常非常漂亮 好漂亮喔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慣性 上一次的上漲 季線還沒有翻揚 他經過回測之後 他在什麼 股價在等什麼 等季線翻揚 有沒有 斜率啊往上走 對季線是翻揚 往上走的一個斜率的翻揚 把這個拉回台北股市支撐 給他撐住了 請導播給我XQ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什麼 過去的歷史性的慣性說 我個人為什麼比較傾向各位 去稍微學一點技術分析呢 因為從我們講技術分析 確實是看圖說故事 這一點我承認 他是從 從過去的股市的軌跡裡面 能不能抓出慣性呢 就是你學技術分析的 得到的回饋喔 你看喔 這是2022年的12月份 有沒有季線是翻揚的 翻揚後 他三個月後 我們不要時間拉太長 拉太長 就開三個月 三個月後 因為季線翻揚 他漲了11.7% 這是前兩次翻揚的軌跡 大盤11.7%還多喔 2500點喔 2022年的11月份 好我們看去年 2023年的12月份 是不是這裡 他也記得翻揚對不對 翻揚之後 三個月的時間來看的話 他漲了8% 8%也不錯喔 對然後呢 1700點 如果換成現在點數的話 1700點 對你們發現從24416回檔以來 現在季線翻揚了 所以我個人認為 未來三個月的多頭是值得期待的 好那期待同時 會不會擔心市場有賣壓 我們講 頭、頭、高、底、高 是不是有多頭的訊號 還有我們看最近三天 從季線止跌後 高點是突破前天的高點 拉回低點沒有跌破前低 連續四天 連續三天都是高點創高 拉回沒有破前低 所以因為今天上影線有點長 所以我們退合球期是 把昨天這個22894點 禮拜二的低點 我們設為一個支撐 就說這一點只要回測過程中 沒有跌破 季線可以確保是持續的翻揚 那不是歷史軌跡嗎 每年11月 每年12月份 到明年的1月份 這個漲的機會 漲的幅度都是歷史上之最 所以我們認為 在川普大勢底定之後 選舉語言過去之後 回歸到台北股市的 基本面的行情 我認為後市還是可以來做期待的 好謝謝老師 來美女賀錦麗 你又再看不到你了 老師那這樣子呢 不能叫你 你實際上是大賀 大賀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小賀 不能叫你叫小賀了 為什麼我不是小賀 叫小賀啊 你沒有叫小賀 小賀 他不懂我梗怎麼辦 我怎麼辦 我沒有Gay到欸 你有捏懂嗎 有時候這種玩笑 要跟有天分人家 對 台語叫小賀 叫小賀 你輸了 哎呀哎呀 對 叫大賀 叫大賀 老師 那這樣子 川普上任之前啊 我們是不是 電子股可以持續的 報到他上任前 上任後就不要報了 對啊 就把它賣掉 因為他可能會搞一些電子股 老師有時候 他怎麼回答 其實要反應早就反應了 對 不會一下 他已經是致死 他不會等到什麼上任前上任後 是 他問的是幼幼班的問題 應該是說 已知的利空變成不是利空 利空實現之後 他就不是利空了 大家知道 你這個已經沒有 他已經不用分散不散任了 難怪今天賀錦麗輸了 他要負一點責 不是你這個邏輯又不對 你看看一次川普交易 川普交易已經長那麼多了 然後DJT那個長那麼多了 你現在已經來不及了 都有影響到 台積電鴻海都有影響到了 你給我講這個東西 不過我覺得他問的問題很好 他把那些不只小賀小白的心情 都講出來了 好不好 易凱老師你什麼看法 因為今天空單口數也大增 看一下大盤你怎麼看 好 因為其實大盤來講 我覺得不論是今天的空單 或者說是現在的川普交易 其實他算是一種 因應今天選情的一種交易 我覺得大家就是 當做是一日行情來看 因為其實你如果說 要我去預判接下來台股上漲的話 其實上一次來的時候 我就有講過嘛 其實不論是誰當選 過去三屆的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其實在我們去統計喔 選後的一個月三個月和六個月 其實都是上漲距離都是百分之一百的 我覺得對行情不用太悲觀 再來就是說 川普有個很主要的政策 就是降企業稅 他現在你一定要把原本21%的企業稅 再降到15%嘛 那其實對企業來說 甚至對華爾街來講 普遍來說算是一個好消息啊 只是說不定 有機會讓這波行情走的比較長一些 明年的財報說明是有機會 再度傳出佳音的 好謝謝老師 老師怎麼看空單那麼多 現在講的嗎 一日嗎 對目前來看我還 當然說今天會稍微有點恐慌 不過他今天在 被嘎了 對期貨多了3000多口的情況之下 選擇權是由空單變成一個小小的販多 所以還是會有點自己擔心自己的這個動作 會不會輸 老師你幹嘛什麼聲音 放屁喔 開氣泡水 有點辣 喝口水 對 老師你看川普都沒有認真 是 老師你解盤解得那麼清楚 沒有他 川普他現在當選之後 臭屁了 持續的在裹 沒有我有在聽啊 我用這隻耳朵 持續的在裹版面 難怪不知道自己 放屁聲音那麼大聲 人家以為人家聽不到 包住了 包住了 耳包 耳包 OK 一般又有包耳了 對當然 近期期貨空單口數最多的一天 歷史第二大 對 然後還是強調我之前跟各位分享過的口訣 當你發現他的空單 存量這麼多的時候 流量比存量更重要 明後天他的空單是減少還是繼續增加 會比今天空單進行新高還要來的重要 流量永遠比存量重要 代表什麼 外資的動向 在川普當選之後 美國股市盤樓是大漲的 然後美國納斯達克11月份開始 這個購物季長達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認為 納斯達克持續往上創高的機會比較多 那台北股市難道不會收賄嗎 往這個方向來做思考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再快速看一下 最近有公佈一些第三季財報 然後金冊雅光年貌 遮住了 金冊雅光年貌副頂創益 你有沒有從這裡面 你覺得哪一檔股票可以比較好的 這個財報裡面 我們去 因為這無檔股票 有些股價 股本稍微偏小一點點 所以我們特別選一個股價高 市值比較大 市值比較大 這比較好啦 大老師選有價有量的 這個創意跟貴座分享 有創意來 這個創意各位留意一下 不是會不會太有錢 這個10 沒有這個10月份 有錢人多的是 10月份他的營收不好 那公司自己很誠實 出來說我們第四季營收 漲萬目前也沒有很好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底下的大戶的持股 再把它縮小好不好 導播幫我把它縮小 你看他的趨勢 創半年新高 我剛剛實際上是創半年新高 也就是說為什麼他會有一個趨勢 股價是慢慢的 就花時間阻力 他沒有大漲也沒有大跌 因為過去的崩跌已經跌過了 那股價目前季線翻揚 大戶為什麼要選擇這個時間 公司明明說我10月份營收不好 第四季可能也不好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大戶願意買 主要是什麼 他的這個 這個未來的一個產品 聽員區的說法是 2025年的下半年 訂單滿滿的大爆發期 會有連續五六季的大爆發期 所以我認為這些籌碼呢 是買起來滾雪球用的說 他們買進這邊這邊 願意再相對低的價格 持有佈局這個創意 他們要的可能 不是一兩天的漲幅 就把它給賣掉了 是做一個長線的佈局 因為創意 以他的時程來看的話 今年確實股價表現不好 但是以這個長時間 未來的訂單營收的展望 明年應該是很大的爆發期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創意 第四季可以好好留意 相對低檔區 跟著大戶一起低檔 佈局滾雪球的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給各位做參考 好 謝謝老師 好創意 台積電這些股價 老師都已經有深入了 有沒有聽到 好 好 大好 不是小好 好不好 最好的是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不是你 已經育甲牙 育甲牙 育甲牙現在發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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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甲牙現在吃太多了 川普的表情是這樣 又可以睡了 川普剛才最新的發言是說 哇他應該要 就法律上 他應該是有能力去應該影響利率的 而不是鮑娥獎 他手要伸進去了 其實手要伸進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到 當然有人覺得說 哇那降息了 以後應該降息 他就想降息 因為他地產三嘛 他最討厭高利率的 降息的不是美在高漲嗎 還是有人怕 就是因為降息的通膨和惡化 那不用擔心啊 通膨再惡化下去 那股市更會跌 那其實美在應該 美在會漲 那更會漲啊好不好 翹翹板好不好 當然蠻好玩的 所以你需要我們專業的分析師 來解析一切 我們來看下單元來 熱門我最貼 貼啦 微星 微星跟幸福星 兩顆星星 雙星報喜 OK我們來看第一檔2377的微星 我記得我上次在10月28號來的時候 有跟各位分享過一次 當天股價是181 今天漲到189 持續看好的原因 為什麼呢 當然之前黑神話悟空的效應 然後今天不是比特幣大漲嗎 還是比特幣的概念股之一 重點是我想還是長線的展望比較重要了 明年第一季 揮達會推高階的一個 不是單一產品 一系列高階的顯卡 這個營運持續 肯定是持續往上跳的 另外就是說 其實揮達在這一次被納入 這個稻窮的成分股之後呢 在園區裡面引起一片花欄 為什麼 他花了31年幾進的 這個稻窮的成分股裡面 他目前揮達的市值呢 目前在稻窮的權重只排22名 但是他的影響力卻在30檔成分股裡面排第八 也就是說 他具有個半導體裡面往上推升了一個領頭羊的效果 我想除了這個 這個維新之外 還有很多的相關的這個揮達概念股 後續我認為都持續的看好 這個維新的線型很棒 MACD雙戰法持續走多 那個季線月線都是持續的往上揚 所以我們認為持續看好他長線的發展 第二檔是4909的新復興 那新復興目前哇股價相對的弱勢 就是請打包幫我換一條線 換成120天的移動平均線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技術面有一個老人與狗的一個觀察理論 我們把多K線圖把它縮小 新復興從去年底29-30塊錢 漲到200塊錢一路不回頭 到200的時候正乖離太大 大到太離譜對不對 目前股價回落了 當小狗狗是股價 是因為衝太兇長太多 離老人太遠 離所謂的均線太遠 他會回撤 回撤之後現在是不是 股價已經回到均線旁邊 當初活蹦亂跳的小狗狗 目前回到老人的身邊 未來基本面9月份營收 還是年徵率有387%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MACD修正之後 即將走平甚至要翻揚 所以我認為在半年線附近 因為半年線還是往上走的 半年線附近來做布局 應該可以掌握到未來一波的掌聲 所以現在的機會是蠻大的 好的 持續的布局下去 音業達還有晶圓電子有請川普 怎麼了 起床囉 好 輪到我了 好 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音業達的部分 因為其實很多人以為說 音業達他這波可能是因為 受惠於這個美超維的財報利空 而有這個受惠的機會 可是其實我跟大家講 其實他原本基本面就很好 因為其實大家有印象的話 去年他本來就是在這個我們講 AI股跟著偽創廣 他們一起漲的 好 那今年如果你去看他 上半年的EPS 0.81元 其實沒有什麼太亮眼的表現 其實很多人上半年在估 你頂多就跟前幾年一樣嘛 大概每年賺一塊七一塊八 可是沒有喔 他其實下半年 尤其是第四季 開始大量的出貨 從營收上我們都看得出一些蛛絲馬跡 其他九月份跟十月份 營收是雙雙創下歷史新高的 後面會越來越好 那今年度呢 其實他的EPS 法人圈大概已經是估到 2.1至2.2樓 已經算是一個高度成長 明年更多 明年有機會看到3塊半 所以我覺得音樂達 我們再把它縮小一點點 你看他現在的這個位階 其實相對還算很低 後續都可以留意的 好 第二檔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晶圓電子的部分 晶圓電子其實之前 我們有跟大家分享過 據我這個側面得知喔 對 晶圓電子 今年在法人圈的這個EPS 大概是抓在7塊以上 側面投資 你這個用梗很爛耶 是嗎 那有沒有什麼正面消息 正面消息 有正面消息 那有沒有什麼負面消息 沒有 我從來不帶來負面消息 讓大家知道你負面的胸膛 負能量 我沒什麼負能量 我都是正能量 負面就是肚子的負 這不錯耶 那負面真的很大耶 一凱解不出話來 沒這回事 他傻眼 傻眼他不知道怎麼接 你最近反應不錯耶 你這位叫小二反應比較慢 你這笑話你喜歡他耶 我們捧腹大笑 一凱的負能量 這動的耶 可以唱歌 腹肌嘛 腹肌才會這麼結實 真的好笑 我們笑到有腹肌了 因為再講腹肌我們就笑 沒有啦 跟著笑 側面得知 側面得知呢 其實今年法蘭圈認為 他今年可以賺到7.7元 7.5到7.7這個水準之間 那其實 開始有人會質疑嗎 怎麼會有可能 可是其實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 而且同樣都是有一些有機可循的 因為原本在去年 晶圓店預估今年的這個資本支出 大概是在53億 後面呢在第二季的時候 他有上調 上調到87億 原本其實增幅已經很多了嘛 結果後面他又再往上增加 增加到138億元 那後來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AI測試的訂單不斷進來 他已經有一點是那個功不應求 做不出來的一個狀態了 變成說要轉單給其他廠商 所以如果說今年度真的 7.5元到7.7元這個EPS 真的是有譜的話 其實現在即便來到140塊左右的 股價真的都還不算貴 大家可以好好留意晶圓電子 還有技嘉跟世新KY 有請葵太老師 好 剛剛這個江江老師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明年NVIDIA 會新出的這個新的一個顯卡 那麼當然對這個所謂的一個 有在做這個電競 或者說板卡相關業務的微星之外 當然技嘉也是另外一檔 大家可以去值得關注的一個個股 那麼除了這個顯卡 跟板卡的業務之外呢 這個技嘉他在整個AI伺服器上面的營收占比 已經超過了50% 換句話說他的毛利率有機會 再持續往上去做一個走高 所以目前看起來他的一個整個的股價 似乎已經開始就是 站上所有的短中長期均線 那麼再加上呢 有可能這個美超圍 這個訂單會被轉到這個技嘉的一個手上 所以目前看起來這個法輪的部分 也開始針對這個技嘉 去做比較積極的一個買超動作 好另外一檔 另外一檔世新KY 今天他是掌停板 對齁 那我想這個可能也是跟這個 我旁邊這位老兄 川普大哥 川普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川普大哥呢當選 那對這個加密貨幣的一個 這個想像空間 題材大幅度的一個增加 所以導致的事情 就往上再做這個 工掌停板的一個表現 那麼前三季呢 EPS是58.43 那麼法輪預估呢第四季 因為這個五奈米相關的產品 開始出貨放量 那所以使得他的毛利率 有機會往上去做一個提升 所以使得他全年的EPS 有機會挑戰八個股本 也就是EPS挑戰80塊錢 那如果說EPS是80塊錢的話呢 現在他的一個股價算算起來 大概也就30塊30倍左右 那這個其實對這種 IP相關的個股來講 算是不是很貴的一個本益比 所以有拉回給TIPS做留意 好的 這些股票基本面都非常的好 大家好好留意喔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 下一個單元囉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幫你圈 幫你圈 我感動 總算你可以把一個流程給留好 唉唷 你去我這邊休息一下 我好緊張 都怕你講不好 現在我有讓你放心的感覺嗎 三年了 我等了三年了 你等了三年了 人家寶川等18年 你很早就等到我了 我是郭哲隆 不是郭寶川 走 我走 真敢講 浴凱你不用往後退 你就這麼壯 喔沒有啊 我可以原諒你 你現在是模仿川普的體格 川普100多公斤 體格 很多棉花進去耶 190幾公斤 100多公斤很正常 所以你體格就這麼像 我體格嗎 沒有我是塞了很多棉花 有有有 不然人家都說裝不像 有你就像棉花潭一樣 謝謝你 甜甜的 甜甜的 好那個美超微財報 再做一次 剛才我們公司認識了窮文的表情 這個來看 那是什麼表情 好酷 然後眨眼 眨眼 眨眼眨眼 今天窮文看到一定想打你 好不好 其實我扮女的真的蠻漂亮的 蠻漂亮的齁 今天江南老師感覺 反复會想到誰一樣 嗯 有像嗎 有啊 有像女生齁 江南老師剛剛在化妝室說 看到我心動 確定耶 誤會很深 你剛剛說小韓才是 心動 小韓是對那個姊姊心動 好好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 等一下 那怎麼了 因為那個川普有點老花 好 不然會看不到 哈哈哈哈 這不像耶 這樣不像嗎 不行啊 不太不行 不太看不到 不太看不到 去雷射一下嘛 好 最近有在考慮 好 那個最近狀況很多 這個美超微財報 終於出爐了 還是扶不起的阿斗嗎 真的是扶不起喔 好我們來看一下 對於本季跟下一個季度 他的預估是什麼 好第三季的營收呢 原本市場預期65億 公布出來59億 差於預期 只是說EPS稍稍好像 勉強算符合預期 0.74到0.76元 預期高一點點 高一些些 好那重點是 第四季的預估呢 原本市場猜測 是67.9億結果 哇 58億 永遠是未來的事 對不對 第四季 你屁股好大喔 遮住了 你可以拉長一點 第四季 不好意思喔 拉長一點 對 你看67變58 重點是未來的展望怎麼差那麼多 是 所以今天最近有什麼季家長還有一些公司長 搶轉單效應嘛 是轉單效應 他一定告訴你我要被轉單的啦 沒錯 因為你看喔 台積電的第四季營收是上條耶 是 明年營收是上條耶 是 明年展望是上條耶 沒有錯 對啊 缺我缺的這樣子 對啊 過去不好未來也不好啊 今天接下來在漲 真的被想當 老師你在講 你看股市還是有邏輯 你不要看他只會吃東西好不好 邏輯是很好的耶 是不是 我沒有只會吃東西啊 其實觀眾朋友沒有這樣想 沒有這樣想 只有你個人這樣想 你不要看老師很會吃東西啊 還是會做別的啊 還是會 他很會做別的 他剛才不只吃那個 吃那個飯啊 還會吃那個什麼肉啊 還會吃蝦扯蛋啊 對啊 他很會做很多事啊 我還有剃牙咧 他剃牙啊都會啊 你看那個飯吃的多乾淨 乾乾淨淨的 不像那個川普一樣 真的很環保耶 真的一定要的 好不好 好 公佈 所以這樣子的財報公佈之後呢 盤後續崩15.9個百分點 來我們看一下 最高點下來已經跌了八成了啦 真的就要想的 好那當然第三季財報已經公佈了 可是公佈之後有用嗎 還是沒有用 因為他的年報還是繳不出來啊 蛤 還是繳不出來啊 年報才最重要啊 對啊 因為11月20號之前 他繳不出來的話 他就要面臨下市的風險 對 你就好像有點敷衍嘛 人家要的是年報 你交一個第三季的財報 那個 財報繳不出來 是下戲下緊兼下市耶 兼下市啊 不錯這個很不錯 還不錯 而且下次之後恐怕 沒有辦法跟這個 那個四年前一樣 可以再轉上市 可憐不可憐喔 沒有辦法東山再起 我覺得很難 東山鴨頭也不行 東山鴨頭可以 東山再起不行 東山高中也可以 東山高中可以 但有點嚴 有點嚴喔 有點嚴喔 都蠻嚴的 對對對 東山鴨頭 東山鴨頭可以 幾百塊就可以吃了 對那我覺得比較難 因為他現在已經變成是全球在聚焦了 已經容不得你再犯一點錯 再做一點那種手腳 為什麼呢 你居然不能再來一次啊 很難啊 因為其實第一點喔 你看美超維他不願意承認財報的問題嗎 他表示呢 我不討論跟安勇相關的任何問題 這個梁建後表示呢 我們正在緊急努力再次更新其財務報表 可是我跟你講安勇安勇不要 你覺得其他會計師事務所會想要嗎 我覺得沒有人敢接 我不想賺你的錢耶 通常會計師通常是很慘 真的覺得你這個是假的財報 不然一般會計師不會這樣做啊 因為部分也承認我 是 會計師事務所之前沒有淘汰 對啊 確實是啊 是啊 所以基本上我不想承認錯 我一定是太誇張了啊 而且很少你說辭職也許有時候會見到 可是辭職之後還放狠話 這個真的是很少見 他就說哇我不答你的會計師還放狠話 對還放狠話 我完全無法信任你們公司的嘛 那董事會已經成立 特別委員會 調查安勇啊這招厲害 那安勇此前沒有指出了一個擔憂 那經過三個月的調查之後呢 委員會認為 管理層沒有任何的 欺詐或者是不當行為的證據 是啊 可是其實你說這個特別委員會 有意義嗎 裁判也是你的人 觀眾也是你的人 全部都是你的人 裁判的觀眾是我的人 你要怎麼贏我 少年足球不是這句話嗎 所以說他直到現在 已經是11月的6號啦 仍然無法去提供去年年報的公佈時間 去年的東西 你到現在還沒辦法 那就太憤了 對不對 太憤了 我們繼續看下去老師往下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目前現階段的 揮達GB200訂單的一個占比 那鴻海還是占的大宗嘛 再來是廣達有三成 每超為有兩成五 那這個就會有轉單的一個機會 轉單啊你看轉單不少 老師看一次老師看一次老師 換一次剛才營收 這邊 67.9 58億 你看第四季 現在已經第四季了 所以是第四季就強迫轉單了 那明年第一季轉更兇 沒有錯 是不是 對因為大家就覺得你在公司 好像沒什麼誠信嘛 以後誰敢跟你合作 現在連那個黃仁勳都會開始 問你說黃仁勳跟他關係很好 居然砍單耶 可能受不了了 對啊 要切割嘛 因為你這個誠信是很重要的問題 以前是叫我大哥 現在要跟你切割 切割 要不然你想新的哏 今天那哏很多耶 不錯喔 下心下緊搞到下四 是不是 厲害厲害 我要教你一個 以後你還有一個什麼 我這個 有那個 側面消息 是不是 還有內線 你可以側面內線 內線 還有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這都是我本來的梗 小道消息你沒講過 我講過啊 小道消息你沒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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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真的啊 你嘴巴擦一下 我沒相信 嘴巴不要動 小道消息你沒講過 我有講過啊 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講過 對啊 去年11月的時候 確定 不要胡扯 這個我就不相信 你看我還是蠻想心格 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 因為現在盤後 小道消息 散展 小道消息 是不是可以扯 幫你想很多梗 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鴻海 鴻海十月營收火爆 創歷年同期的一個新高 AI的需求 我看得見 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 這個不但是同期的 我看得見你有沒有想到什麼 我看得見 你是我的眼好不好 好啊 來你唱一下 小道消息 你是我的眼 帶我領略四季的變幻 你是我的眼 帶我穿越擁擠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帶我閱讀浩瀚的書 還 因為你是我的眼 讓我看見 這世界就在我眼前 Bravo 我跟你講送你四個字 人不可貌相 人不可 五個字 人不可貌相 你在乎五個字 你不在乎我 對你的天秤 也在乎 我問你一個循序漸進 來跟PK 來 哇 他看得太多抖音 他看得音有點散不去 是太辣了 是是是 你今天煙閃 你今天唱歌也不好聽啊 這人在抽煙 放開來 放開來 真的玻璃節節 真的有那麼大嗎 三公分是癌症耶 他是說有好幾顆 我現在有點忘記 你要趕快去啦 不要開玩笑 要做健康檢查 我嚇得到啦 看扯遠了 來 唱一下 就感覺你就是你要健康檢查 感覺 最後一唱 最後一唱的感覺 PK他 好 沒關係 你是我的眼 帶我靈略四季的變幻 你是我的眼 帶我穿越擁擠的人潮 你是我的眼 帶我 你怎麼每次這樣 你每次這樣沒有無理啊 不好笑 每次這樣不好笑 對啊 那有悲傷感 有悲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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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當最後一唱 如果還有明天 比較適合你 地獄梗 地獄梗 那中間應該檢查 如果還有明天 把你唱 如果還有明天 真的不錯欸 我快哭了 快哭了 最後一唱 好難過 那個悲傷感 你唱不出來 我已經那個 泛累 你哭了齁 對啊 現在檢查以後 後續檢查 記得不要亂抽菸 這邊是要寫 請勿吸菸 好不好 現在老 來 來我們看一下 健康檢查很重要 健康老師你覺得要唱什麼樣 還不錯吧 已經哭了 哭了齁 哭了齁 好啦 好 那除了十月營收表現非常好之外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季有沒有機會 還有新高呢 其實非常有機會 因為十月的這個雲端網路呢 叫去年強勁成長 主要受惠於AI雲端產品的拉貨動能 那同時在原件以及其他產品 電腦中端產品 也都是看得到顯著成長的 欸老師 他十月營收其實很棒欸 很棒啊 而且今年可換成長10% 老師 重點是像鴻海 你看今天沒講啊 川普 你是川普人 你到底會不會 你亞利山大洲 前幾天賀錦麗 在進行晚會還直接 罵你 是 直接罵你怎麼辦 賀錦麗啊 所以你在跳票啊 對啊 可是現在是川普上任嘛 那怎麼辦 賀錦麗講的什麼不重要 但是我覺得 你說川普會不會去有點秋後算帳 你當初來個動土典禮 人就不見了 可是我覺得倒不會 像冬天啊秋後啊 秋後算帳 欸你今天反應真的很快 是不錯 還不錯 對 不要把我跟拿走了 好好好 借用借你又借用 好啦 我覺得啦 你說今天也許外資好像剛剛說有賣超嘛 可是今天我再次強調 今天的外資任何交易 我們都把它當作是 一日性交易來看 鬥底要放對立法 一日性交易 一日性交易 對 只是一天的一個交易 你相信我好像很清楚嗎 只有你會把鬥底放錯立法 對 那今天賣超紅海 我覺得這倒是其次啊 因為他其實盤中還是有先創下 波段的一個小小心高 那因為我認為 川普在現在剛剛上任之後 屁股還沒坐熱嘛 他應該還是會先跟其他的 這些相關廠商打好關係 畢竟他也知道說 AI是未來的主流啊 你說沒有台積電 沒有紅海 怎麼能行 對吧 所以我覺得說紅海 再加上說現階段展望 以及出貨已經都是在路上了 對 那現在因為第四季陸續 這個在GP200部分 都有出貨 而且第四季只是小量出貨 小量出貨 就可以讓他的十月營收 看到這個歷史同期的一個新高 那十一月十二月 甚至到明年第一季 我認為會更好 那之前我們在分析黃海獅 我都有講到 其實 他因為有把第四季的這些 一些出貨的狀況 轉移到明年去 所以明年原本的這個EPS 預估大概是12到13 後面有上調到15元 現在說不定還有再往上調整的空間 那我們說原本如果是15塊的話 以紅海可以給予的15倍本益比 大概合理價都會來到225 如果再上調說不定250 我覺得都有機會看得到 那現在213.5元其實 以這種大型股來講 其實長線還是算低估的 好 謝謝老師 好不好 沒問題 老師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紅海這個利多消息 可以贏川普這個利空消息囉 我覺得可以 其實就像我剛剛所講的 他不見得說我一上任 而且就職是明年一月的事 我不見得一就職 馬上會有任何的大動作說 我要對付誰對付誰 我還是會跟今天的 可能我的勝選的一個演說一樣 我還是要先拉攏明星 你不支持我的我也謝謝你 我希望美國還是團結一致 我以後的政策施行才能夠更順利 我知道 謝謝老師 是 是學到很多東西知識 可是我覺得先不用謝謝我 因為我還有一檔股票 我知道 老師 來還有一檔紅準 紅準 對對對 二三五四 二三五四的一個紅準 我簽名 所以你說紅海集團不受影響 照買 照買 其實紅準我們在上禮拜來的時候 有跟大家聊過 大家說這波紅準漲的是一個什麼 桌上型機器人 其實不是 紅準呢 據我側面得知 其實現在都已經變成正面 側面很壯 側面很壯 你負面得知啊 沒有我是胸肌比較壯 其實厚的是胸肌 你自己看側面 來我們看側面 看以後趕快側面 你看哪個 是肚子比較大 胸部比較大 胸啊 你已經挺了這樣子 還是負面 不要誤導觀眾 好 那有人在講說是因為桌上型機器人 其實不是 他是已經接獲到這個 桌上機器人 桌上型機器人 桌上型機器人 桌上型機器人什麼東西 那就是桌上小小的機器人 對 但其實不是啦 就是當然這個也是他未來的題材之一 可是這一波他最主要受惠的 仍然是在於這個 所謂下一個世代 灰達的這個散熱的產品 GP300的部分 好那我們說 原本紅準呢 他每年度啦 過去幾年度大概 約末每年都可以賺到3塊多 3塊這3塊多 左右的一個EPS 那其實有這樣子的EPS 就可以讓他股價 動輒來到70塊80塊 那我們說把這個GP300的這個份額 再加入進去之後 每年大概可以再多貢獻5塊錢左右 那等於說 有大概8元到9元左右的一個展望 其實8元到9元左右的紅準 就很可怕囉 因為我們回溯一下這個股價 2007年 當時的紅準呢 那時候是一個高峰嘛 大概也可以賺到 11塊多 11塊多 那時候的紅準 股價就可以來到3-400塊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 照這個邏輯去推演的話 現在才二位數的紅準 真的都是機會 好 謝謝老師 二位數的紅準 都是機會 曾經來400塊 有沒有 要加老師LINE 三個老師LINE 我們通通可以加 怎樣 手機拿直的有沒有看到 就有標題 或者手機拿橫的時候 你點左上角 就出現標題 再點一次標題 好 怎麼樣 連結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 三個老師LINE都可以加 好不好 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或贊助我們 為什麼贊助我們 因為我們不業配喔 我們吃東西也不是怎樣 哇 人家跟我們講說這家 好吃我們 騙 然後或是說不好吃 我騙你們 不是我們自己花自己的錢 所以製作費非常高 一年花一兩千萬以上的製作費 歡迎贊助我們 donate我們怎麼贊助 按贊旁邊有個超級感謝 超級感謝 一千元也不嫌多 一百元也不嫌少 祝我們這口號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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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唱歌 然後歌神整 財神 買著套 交易之前要靠離自己 走 風光故事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二頁一周 晃到虎想先放 開始搶達 風光故事福利社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在負自由 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嗎 不要急會錯過 怎麼大夫 感覺好像低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黑暗季 我確實貌一個 我愛你 我愛你 這沒錯吧 你如果有 賣酒噴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靠離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你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現在才不是 free free 走啊 122 謝瓜林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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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0800668085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經管投顧薪字第014號 本公司以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